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日常养生课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其实夏天减肥非常简单 只需要做到三件事 不用节食,不用运动 减肥也可以非常容易 一起来看看吧 1.少吃减肥餐 其实你如果想要减肥的话 正常吃饭就可以了 如果你每一餐都吃减肥餐 那么就会导致身体得到一个能量供应不足的信号 紧接着你的身体代谢速度就会下降 当正常饮食的时候就会导致体重反弹 所以说如果你想要减肥的话 请少吃减肥餐 2.咖啡因 大家在减肥期间可以喝一些咖啡和绿茶这一类的饮品 这一类饮品中含有的咖啡因 能够在短时间内提高人体的新陈代谢 燃脂的效果相当于在短时间内完成一个高强度的运动 所以说呀 大家在平时的时候可以多喝一些茶和咖啡了 3.辛辣食物 如说辣椒 能够在短时间内有效地提高身体的新陈代谢 虽然维持的时间很短 但是这样的效果都是可以积累起来的 夏天减肥做到这些减肥也可以很轻松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三种减肥食物 夏天的时候经常吃吸走全身脂肪 没有降不下去的体重 赶紧看一下吧 1.燕麦 其实燕麦的热量呢 并不算低 但是啊 相比于其他食物来说 燕麦有它相应的好处 燕麦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 防止便秘 还有降低胆固醇的作用 而且燕麦呢 能够给我们带来强烈的饱腹感 会降低我们摄入的总热量 2.小米 小米中含有大量的酶 具有健胃消食的作用 而且其中啊 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和纤维素 并且呢 还含有胡萝卜素 可以说是饱腹还瘦身了 3.玉米 玉米是世界上公认的黄金作物 不但对于减肥有效果 而且呀 玉米中含有的丰富酶元素呢 可以促进我们的肠道蠕动 经常吃可以清肠排毒 今天介绍的这三种食物啊 都属于主食一类的 那大家如果平时想要减肥的话 就可以经常的换着吃 不知道大家最近呀 有没有脸上长痘的现象 现在呢 夏天到了 肝火旺盛啊 应该是非常常见的事情了 今天就来分享两个办法 清理肝火 保护肝脏 减轻口干口臭和长痘的现象 1.保持充足的睡眠 人一旦缺乏睡眠呀 就会引起身体内的环境失调了 从而呢 造成肝火上升的现象 尤其是对于经常熬夜的朋友们 生物中受到的影响 肝脏功能也就不能正常的调节辣 最后造成身体排毒功能出现障碍 所以大家在平时的时候 要尽量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 尽量避免熬夜 2.适量的吃一些绿豆粥 绿豆本身具有清热去火的效果 非常适合肝脏郁结的朋友来食用 在平时吃绿豆粥的时候呢 也可以添加一些萝卜汁 不但能够清热解渴 而且呀还更加美味 但是呢 因为这两种食物都是含量性的 所以说呀 身体虚弱的人一定要注意用量 大家在平时如果有口干口苦的现象呢 那么就可以试一试这两种方法 去除肝脏火气 让身体更健康 夏季避暑小方法 想要知道 那就继续看下去吧 今天呀 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夏季避暑的四个小妙招 全都知道啊 就不怕热了 1.多吃一些蔬菜和水果 比如说西瓜荔枝等 这一类食物呢 水分多糖分多 不但能够为身体补充能量 而且呀还会带给人清凉的感觉 2.在家囤一项雪糕 在热的时候呢 吃上一根 但是要注意的是 雪糕不能吃得太多 吃得太多呀 会容易拉肚子的 而且呀尽量不能让孩子吃雪糕 3.去果园或者是去乡下BB鼠 这一类的地方呢 树木众多 本身温度就会下降 而且呀同时还能摘摘水果 休休假 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心情 4.随身带一个小喷瓶 里面呢可以加一些水 或者是润肤水 可以在平时出门的时候 感觉热了 就稍微喷一点 就会带给你片刻的清凉感受 其实啊夏季消暑的方法非常多 这里呢为大家罗列的四个方法 希望对大家是有用的 早餐到底该吃些什么呢 哪些食物更适合中国人的肠胃 今天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适合中国人的三种早餐 保护脾胃 便宜 还营养 1.芝麻糊 因为芝麻糊中啊 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和维生素 都可以为人体补充一天的营养 而且芝麻糊呢 非常的容易消化 能够起到一定的养胃作用 大家在早上起来 没有时间吃东西的时候啊 就可以吃一杯芝麻糊试试 2.燕麦片 很多减肥的人士呢 都非常的喜欢吃燕麦片 因为它不但方便 而且呢会给人满满的饱腹感 但是你不知道的是 燕麦片中含有的大量膳食纤维和维生素 不但可以降低胆固醇含量 还可以为人体补充营养 3.面条 在所有养胃食物中呢 面条应该是养胃效果最好的了 但是大家要注意 在早上吃面条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不要吃很油腻的面条 早上啊尽量吃清水面条是最好的了 大家在早上的时候呢就可以尝试 吃一下这三种食物养胃对身体好 经常吃香菜呢会对身体有两个危害 你知道吗 一起来看一下吧 1.虽然香菜的营养丰富 但是香菜是不易多吃的 如果经常吃香菜会有消耗气血 损害精神的作用 还会引发气血虚弱 尤其是本身容易感冒 或者是大病出狱的朋友们 就更要少吃香菜了 2.香菜本身性温有发疮的作用 所以说有口臭糊臭 或者是有胃溃痒的朋友 就不易多吃 不然呀会加重你的情况 所以说呢大家在平时吃香菜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自己是否适合吃香菜 虽然大量的食用香菜对身体不好 但是少量食用香菜对身体还是非常好的 香菜中含有多种维生素 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甚至香菜中的胡萝卜素呀 要比西红柿和黄瓜高出十倍左右 所以说有很多日常生活中所见的东西呀 虽然说很有营养 但是不建议大家多吃 好啦我会在之后的视频中 为大家分享更多的健康小常识 期待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